欢迎 来自全台各地慈悸长照机构的服务人员 齐聚一堂分享工作经验 我们希望说在他们这么高压辛苦的工作之余 能够去激励提振他们的信心 增加他们的专业 透过坦康游戏 体会到建立于暗家的信任 才能度过难关 我们做居服就是 当我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 就是表现自然 凭心尽气地去完成一项一项的任务 然后也才能得取每个人的信任 共同目标建立之后 我们就互相信任 可以一起向前 课程中理解慈悸慈善的理念 把服务对象当作家人 有一些人是第一次来到花莲 我们希望他们是来寻根 找到慈悸认识心灵故乡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他们能够把这个慈悸人文带回家 用在他们的服务上 那我们就能够做出我们慈悸常照的特色 妹妹 阿嬷 我慈悸要10点啦 哎呦喂 观赏纪录片 了解资深慈悸志工 平时如何关怀 平病照顾户 令学员深受启发 还蛮震撼的 因为其实真的就是我们的路长 其实更希望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最后一里路 他们走得很辛苦 但是有我们 他们会走得更精彩 为期四天的寻根之旅 不仅让长照人员能够充电再出发 也学习关怀长者 视如己亲的精神 大爱新闻 真晒美志工潘国阳 国务美会 季淑珍 华联报导 我们下期见